实时的把你们从过去以来的步伐的所得财产能够曝出来 然后在我们一笔一笔曝出来之前 我希望我们的国民党能够自己能够诚实 那把这些该属于人民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能够老实的归还 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民进党执政之后 一再的要求一再的呼吁台湾的转型正义 那首先我们就必须针对这些过去以来被长期霸占 非法转移的国民党的党产必须要一个一个的来清点